上次给大家说了一下WX的新架子和旧架子的区别 测试完以后贝壳又问了一下稳定性 然后他觉得稳定性可能还有区别的 然后我上次测试稳定性的方法不太对 这次按照贝式稳定性测试法 重新测一下 发现确实差异很大 给大家展示一下 所谓的贝式防抖测试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弹一下镜头 看一下抖动程度 贝壳老师发明的 我觉得是挺有用的 因为我自己当时怎么测呢 我当时就是去摇摆 摇摆然后看稳定性 摇摆因为连接是刚性的 应该摇摆还没有看出来两个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差异 但其实用贝式测试法差异还是蛮大的 我现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旧架子 这个是新架子 旧架子连接处在这儿 然后也比较薄一些 新架子连接处在这儿 也比较粗壮一些 那么你看我们先弹这个旧架子 能看到这个静体晃动的非常厉害 我再弹一次 旧架子摆来摆去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新架子 基本上弹完没反应 非常的结实 我把这个底座把它拧住 稍稍有些吧 这个底座拧住以后能看到有一些震动 但是衰减的比较快 但是旧架子我们再把底座拧住测一下 看这个震动就非常强烈了 所以能说明这个旧架子稳定性还是要差一些 你看我们使劲摆这个摆得非常厉害 这个新架子呢 这就非常稳定 好测试结束